2023年5月14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A股下周策略会 好 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关注报复性反弹机会 短线调整 看好手里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持股待涨 破了的不参与调整 找那种低位有拐点的 既不参与下跌调整 又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一旦被市场边缘化 那看着别人赚钱 比自己亏钱还难受呢 那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来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通过下面这个能量表格图 我们发现 来大家瞧 这是能量表格图 那么本周一共成交量 5.12万亿 那比上一周有所减少 那位说上一周不是2点多万亿吗 人家上一周才两天 平均比咱们这一周啊 要好一些 所以就按照这个规则 我们录的一个向下箭头 以此类推 那本周上证指数 一共跌的是1.68 1.86 那么创业版跌的是0.67 但是涨跌加速比 大家看一眼 上涨的有1976家 下跌的将近3000家 跟上一周一比啊 这个数字呢 扩大了不老少 所以说我指的是下跌的 也录得了一个向下箭头 像这个为什么带一个红角线呢 大家看明白 因为创业版跌了0.67 比此前一周跌2.46 少了不少 所以它有一个动能向上的指向 证明创业版这边 还跌的稍微轻一些 或者是说 它进入一个止跌状态 大家看明白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要观察细节 那涨幅超过10%的 此前一周是140家 上一周127家 所以不如上一周好 那么录得一个向下箭头 这后面都是这样 就是涨幅超过10%的 涨幅超过6%的 跌幅超过10%和跌幅超过6% 都不如上周数据 所以本周数据 动能向下 大家看明白 那就是中长线 有投资价值 短线看 向下调整 就这么个格局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又是什么呢 就是把握住这里面 会有一个报复性反弹的机会 那么就要看好 自己手里的品种了 不跌破五日线 好东西别卖费 持股代价 破了的 我们就不参与调整 沿街要下跌 五日线就是短期趋势线吗 一旦跌破 不参与调整 同时管不住手怎么办 就得跟上那些个 第一位有拐点的 那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同时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那我们再从消息方面 来解读解读 消息方面 上一周的可真不少 首先呢 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俄乌那边 现在还没掐起来 这个还好一点 中性 那美财长又说了 说在债务这个问题上 他们可能还要推到 下一周的某些时间 还要往后拖 但说已经取得了一点进展 这个是个好事 如果他呢 要是违约的话 那全球都不舒服 看到没 就是这么厉害 那么再说 世界旅游组织 全球旅游行业 已经复苏到 疫情前的80%的水平 大家说 这个不就是未来的上升空间吗 没错 那再说 大洋彼岸 他们对咱们 像AI领域呢 实行全面的 叫投资禁令 这个是很糟糕的 但是欧盟那块 已经出现首次 对我们的 咱们的企业啊 进行打压了 这个是一个突出 所以未来 这就是个风向 我们得看到底能怎么样的发展 说说咱国内的消息 首先呢 大家都关注这房地产 说这房地产 现在消息很多啊 但是上一周 房地产方面最大的消息呢 就是现在房企 也抱团了 他们组成联合体去拿地 这不就是竞争小吗 那么他们拿着地更便宜 就相互呢 就不要将窝里捅 就这个意思 那再说三部门 鼓励各地政府 加大财政投入 支持关于文物主题的 叫做旅经 就是旅经 来回呢 就大家摆一些个好东西呢 见到自己城市的外围周边 哎呀还有些依托文物 还有包括这些个旅游产业 把这些项目要做大 目的就是融合产业 那么什么是产业呢 就是把旅游 拿资产做大 这不就是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吗 现在这个里面 叫住建呢 还有各方面呢 都已经加大投入了 看到没 这都是说一个新兴的增长点 那再说住建部 也就是房地产方面 还有说大基建方面 启动了城市叫做基础设施 生命线这种安全工程 像城市的一些个燃气呀 桥梁啊 供水供气供暖 还有一些城市管廊 这些东西都在加大 目的是什么 搞大基建 房地产这边房租不炒 大基建如果再跟不上 那投资这边就不好办 明白吧 好那再说 也是房地产方面的 两部门出手 对这些个房地产中介机构 开始限制了 不能再任性了 中介费太高了 有人说是啊 买个一千多万的房子 交了中介费二十七八万 那肯定不行啊 所以这个里面呢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盘活资产 更主要的呢 是你得让一些人啊 得能买得上房子 那么才能去库存吗 但是现在这房价 还是有点那个哈 好再说另一个 这是跟正确有关系的 叫做AI数字分身 就是很多东西都在形成家 一旦什么东西 要是跟的人工智能 能靠得上边 那么都厉害 好再往下说 国资委 那么现在呢 要求央企啊 最大的呢 要跟各种各样的 所有制的企业 包括国内国外的 都进行大力的合作 目的就是解决核心 技术公关的问题 这个背后的啊 隐形的叫什么呢 叫混合所有制改革 大家要明白 那好 这么多消息 包括还有一些新能源呢 这不都已经推到 风口浪尖吗 还有一些个 七月份 我们现在整车 包括七月份 要开始 就是这里面全面的 国六的新标准啊 叫国六B啊 这些对新能源车 都构成一定的利好 所以说呢 新能源这块 也是一个亮点 那么还有 就是更主要的 我们现在呢 又开始评了 说叫精金记 要成为中国式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建设发展的 一个先行区和示范区 一下子就把人们 拉回到四十年前 就搞这个深圳建设的时候 当年在那 那可是一个叫桥头堡 也叫一个对外开放狗 活在那么一个真正的点 那精金记看这次 能不能彻底的 给它停起来 再说一个 就上周公布的 各方面的数据啊 CPI啊 PPI啊 这个数据不太好看 所以这些方面 就在消息方面 就是利好是偏多 但是还是没有 就落到实处呢 我们看看 下一周哪些东西 能带出来 尤其是AI 还有这个新能源这块 数文轨 如果都上去的话 那么这会影响我们股市 好 我们再从技术方面讲一讲 首先大家跟着我看 这个技术是日线图 那么我们日线图 只是四连银 看周线图啊 这是中长线 周线图 大家瞧一瞧买 本轮底下这 从十月 十月末开始 把到十月末 这里第一点作为连线 这是上升趋势 现在仍然在上升趋势 这个趋势范围附近 证明什么 中长线还是有投资价值的 给大家打打气 那我们从日线上 回过头来看 这不是一击一击 我们给它细细梳理吗 最高点上一周 是3418.95之后 出现这位置顶背离了 那这个顶背离之后 这可是今年第三次顶背离了 看三个圈 第一次3月7号 第二次4月18号 那么第一次是用时间加空间来调整 就是空间跌的呢 虽然不太够 但是时间24个周期是够了 这是这次啊 那么第二次是这 4月18号 这个是以空间为主 空间它跌了是166个点 从这3373396 跌到这3229 166个点嘛 空间上不够 时间也不够 所以这呢 又出现第三次顶背离 那么我们这次顶背离 就是由于上次空间和时间不够 那么属于双向沙跌 就是这样 所以才有这个四连银 那么四连银 周五这一天又破了3300点 收出一个光角 类似于这样的银线啊 这可预示着短期 还有调整要求 那么我们再看细腻一点 因为细节能决定成败 我们看120分钟K线图 大家跟我看这张图 120分钟上 下面这个表格不难发现 大家说 哎 这个好像出现上面带字码 没错 看这里 是5月8号中午的时候 出现个高九序列 然后高九序列之后 5月9号开始出现顿画 叫顶部顿画 然后5月10号 这里们直接出现拐头 并且形成一个顶背离结构 短线技术指标 这是120分钟 仍然有向下的要求 只是说这里们很有意思的 大家注意看细节啊 就是这里下跌的速度很快 由于速度快 那么周五这个位置 再次出现了一个 序列 第六的位置 大家明白 一根线就是第六 那么周一 就是两根 120分钟线 两根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第八 所以周二一早开盘 就会出现序列第九 只要说周一和周二上午 不出现大的上涨 那么这个位置 就出现序列第九 序列第九这是周二 所以大家看好 说那位问是第九又咋了 你看前几次第九 第九出现不是微星反转吗 大家看 是不是第九之后出现上涨 高九出现向下回调 都是这样吗 高九向下回调 所以这个位置 120分钟 我们要关注的点 就是报复性的反弹 会不会在周二出现 那么这个位置 也是给大家打打气 别光看这些东西 一路下沙 哎呀 我们心里好怕怕 那么同时 也有一些做多的东西 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打打气 还要看各自的手法 另外呢 我们从这个图 再重新看一样啊 那么这里 现在说的是什么 大家看 画的蓝色杠的时候呢 就是连续过去 二十四个交易日 成交量破万亿 大家看到没 那么最近这两天 周四周五 大量的萎缩 成交量 一下子 跳崖下跌的往下跌 而且连续天天在萎缩 八千多亿 原先连续二十四个交易日 都破万亿啊 那么二十四个交易日 破万亿 按照量在价先 原本二十四之后 应该出现上涨 但是这里面 不但不上涨 反而下跌 所以呢 它预示着 还有一个下调的空间 那去年 一共有过三次 大家看 我不细说啊 这里八月份 有一次 六月份 有一次 还有去年开春 开盘第一天 一月四号到一月二十号 这是连续十三天 连续十三天 和连续七天 成交量破万亿 但是没有冲上去 都是滚下来了 下跌收场 那么这里连续 二十四天 成交量破万亿 股价没上去 所以这里呢 也有一个向下调整的要求 那么配债的这里面 成交量连续萎缩 两天八千多亿 所以呢 这个缩量是非常快的 那么我们关注的重点 这里面又来了 一个点 就是缩量的时候 它得达到一个极致的程度 那么它大盘才能从 急跌到缓跌到止跌 这是个过程 多少亿能差不多到底呢 就是咱们说 看这个位置啊 以往的 我们这样的判断 大概在七字头 大家一听 这个位置 好像那也不远 八到七呢 也快了呗 但是这里面 还有一个重点 大家必须跟上看 四大指数 之间问题就在这 不协调 上阵指数 实际你别看跌了几天 它仍然高高在上 那创业板呢 大家瞧 创业板现在呢 已经怎么样 就在周五的时候 这不都出现跌速 渐缓吗 是不是 它现在大方向是向下的 但是小的呢 它又出现一个止跌迹象 这样就能证明 虽然上证指数 高高在上 但它已经向下拐了 而不协调的 四大指数 就是创业板 科创业板 包括申请指 它们还相对在低位 所以它们跌的多的过去 现在开始止跌 这就证明有一点 就证明两个呢 往一起凑合凑合 这就是我说的 协调性呢 如果上阵指数 再跌一跌 那协调性就好了一点点 所以说 如果协调性能好 那指数之间 就容易形成 同向共振 一旦这个位置 真的形成同向共振了 那就容易上升 起爆点打出来 所以呢 上证指数 大家瞧 现在呢 在3300点附近 虽然周五这一天 跌破3300点了 但是我们放远了一看 这已经连续多长时间 就是八年时间 在这里面 第一位在运转 通过周线图 看得更加清晰 大家看 这已经八年在第一位了 所以中长线 我们有期待 你看上一轮 2015年大涨 那距离前面的 2007年这堆上涨 是不是隔了八年时间 那到现在 我们又隔了八年时间 所以中长线呢 我们有一种小期待 大家是不是对未来 有一个憧憬 那好 现在我说说观点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面临调整 我们重点看好 手里的品种 如果不破五日线 持股待涨 破了的 我们就不参与调整了 那么一旦说 我们把那种东西 捡出来 资金往哪去呢 往那种低位 有拐点的地方去招货 同时要注意啊 下一周 要出现暴富性反弹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好的机会 一定要抓得住 好 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 加关注 我明天早街 还有早播报 以上就是今天 我们分享的全文 那么明天早播报呢 你得加关注 加了关注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 好朋友们 我们明天早播报 check